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这第12章最后的这个部分 那么呢讲这个部分呢 我现在要强调一下 最后这个部分呢和物理的关联性不太大 这里呢最主要是要介绍一些 帮助我们做计算的这个符号计算系统 就是这个Tensor 那用这个Tensor呢可以帮我们把这个 在相对论里面的这个电磁学的这个Maxwell equation 还有一些关于电流电荷的这些equation呢 很简洁的把它表达出来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这个符号的这个改变 用发明一些这些方便的符号呢来帮我们计算 或帮我们思考 这是因为呢当你有好的符号系统 帮你来处理或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对于这真正的内涵 有多一些的这个理解 减少你被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呢 对它的理解的这个困扰呢 把它降到最低 让你对内涵呢有最多的理解 然后呢让你的计算呢 可以很方便的这个进行 那我这里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呢在13 14世纪这个 威尼斯的这个商业事件呢 在那时候呢只有少数人 有办法处理这些 做商业运行的这些 会计的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呢在那之前呢 就是要记录这些数字的时候呢 事实上用的是这个罗马的这个数字 那罗马的数字大家知道 很复杂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i呢是1 然后v是5 x是10 类似像这样 你要表达一个数字呢 你很难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 可是呢这个 在威尼斯的这个商业事件呢 在那时候呢 就是引进了阿拉伯数字之后 这些加减乘除呢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不再像是这个罗马数字呢 处理加减乘除呢 那么复杂 那那么用阿拉伯数字呢 做这些加减乘除简单之后呢 那那时候的这个会计系统呢 就可以因此而蓬勃发展 让大多数的人都看得懂 如何做这些会计 那么这个商业的运行呢 就大大的流行 这商业的运行呢 就大大的方便很多 所以呢 物理也是这个样子 牛顿和这个 当代的那些数学家们 发明了这个微积分 那这个微积分呢 就让我们呢 很容易的来描述各式各样的这个现象 那解了这个微积分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微分方程 让我们可以对这些物理现象有更多的理解 好 那么呢 类似像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你一旦用了一些好的符号系统 或者是这个表达系统 那么呢 可以让你对理清你的问题呢 有更大的帮助 而不会呢 就搅混在那里 那 人呢 的思考也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 埃斯基摩人呢 他在描述这个雪花的时候呢 他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语言文字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文字 描述不同的雪花 那所以他们只要一讲的这个字 他们就知道他们在描述当时的这个天气 跟当时的这个雪花的这个状况 那对我们这些没有看过雪的人呢 我们只知道下雪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雪花呢 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雪 那我们对于雪的理解 当然就不会像埃斯基摩人那样 所以这种文字符号 发明出来表达一些现象的时候呢 那他事实上是可以大大增进 我们的这个思考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 也是这个样子 他的物理内涵 我们之前在第七章 在第十二章的前半部的地方呢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那只是这里呢 我们要再用另外一个符号系统呢 来表达它 那这一个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所谓的Field Tensor 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个Full Vector呢 假设呢 你有两个惯性坐标系 S跟S bar 然后呢 他们之间呢 在X轴的方向呢 有相对运动 那这两个惯性坐标系呢 在S坐标系里面的这个Full Vector呢 A nu 你如果是要把它转换成 另外一个惯性坐标系的A mu的话呢 那你就是直接给它乘上这个Langda nu mu 那这个Langda呢 这个Transformation呢 就是长成像这样子的这个矩阵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是做这个Full Vector呢 的这个转换 那我们知道呢 Vector呢 是Rank 1的这个Tensor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它扩展 再从Rank 1变成Rank 2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扩展成 这个T 就是这个Rank 2的这个Tensor 那就是把这个A 从这个一维的 这个Dimension呢 不是Dimension 这应该讲Rank是1的 变成Rank是2的 好 那Rank是2呢 它就会有两个这个Index 就是有两个这个指标 那我们如果说呢 要像这样A 从它从S的坐标系 转换成S bar的坐标系呢 我们乘以一个 那这个T呢 就要乘以两个这个Langda 那我们假设有一个Tensor呢 叫TLangda Sigma 那要变成T bar的MuNu的话呢 就是乘上两个这个Langda 那Langda呢 Sigma Mu 这跟Langda呢 Langda Mu 那这个乘过来呢 那用Anstant Notation呢 那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好 那我们这里呢 这个T MuNu的 这个Tensor呢 它就是有T00 T01 T02 T03 那横的是Raw 重的是Colent 那这个 000010203 这是D0个Raw 然后这个是00102030呢 这是D0个Colent 那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表示法 好 那如果说是Symmetric Tensor呢 那就是T MuNu会等于T NuMu 就是呢 这个T01会等于T10 T02会等于T20 那这中间这一排呢 就自己 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这没问题 好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处理的是Anti-Symmetric Tensor的话呢 那就是T MuNu会等于负的T NuMu 就是倒过来呢 它会变成是它负的 那如果说 有一个这样子的Tensor呢 T MuNu呢 是Anti-Symmetric的话 那它就是 重轴 因为呢 T00 假设MuNu是0 那等于负的T00 那什么东西会等于负的 它自己就是0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Diagonal Turn 这个对角的这一项呢 全部都会是0 那因为是Anti-Symmetric 所以这是T01 那就是负的T01 这是T02 这就是负的T02 这是T12 这就是负的T12 就是它 会等于负的它 那其他的呢 就是你自己一去看 好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Tensor呢 那么有这样子的Anti-Symmetric Tensor呢 如果说我们要做转换 比如说我们要得到 用这样子的 从某一个座标系 换到另外一个座标系 去做这样Tensor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Sbar座标系 我们想要有一个Tensor呢 是T01 那是在Sbar的座标系里面T01 那它就是Landa Gamma 0 Landa Sigma 1 然后把TLanda Sigma 就是原来在S座标系的这个Tensor 是这样子 然后金钮这样的转换转换成它 那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Einstein Notation 就表示呢 在这里呢 这事实上呢 是会有一个Sigma 然后呢 这Landa Sigma 那是针对Landa Sigma呢 去做Summation 好 那如果说我们做这样的 这样的计算呢 那我们这边就会有 比如说我们要得到T01 那就是Landa 00 Landa 01 因为上面都是0跟1 那这是0跟1 那我们就把T00的 得过来 然后呢 T01的 T10的 跟T11的 所以呢 你要得到T01的话呢 就是会有这四项 好 那你有这四项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 如果说我们处理的是 Anti Symmetric的 这个Tensor的话呢 这一项会是0 然后呢 T1会是0 然后呢 T10会是负的T01 那我们就会得到 这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 Landa 00 Landa 01 减掉Landa 10 Landa 01 的乘上T10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Landa呢 的这个东西呢 把它弄进来 那就会得到呢 这里就是 伽玛平方 减掉伽玛 Beta的平方 然后乘上T01 然后呢 这个东西 你去计算一下 很简单 你会发现 它就是1 所以它就是T01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 Anti Symmetric的Tensor 然后呢 它做像这样子的 Tensor的这个 从S座标系 换到S8座标系的 这样子的Landa 的这个Transformation 就是这个Lawrence Transformation 那做这样Transformation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T01 这个项 是一个 Invariant 所以T01 是一个 Invariant 那么呢 我们呢 就可以一样 这样子 画葫芦 我们 刚才讲的 这是我们的 Anti Symmetric Tensor 然后呢 我们这个 T bar μ 就是S Bar 座标系里面的 这个Tensor T呢 可以跟 S座标系里面的 这个Tensor T呢 做这样子的 这个转换 然后我们就把 所有的项 通通把它求出来 我们会发现 T bar01 会等于T01 T bar02 会等于 Gamma T02-Beta T12 T bar03 会等于Gamma 的T03-Beta 的T31 好 然后呢 T bar的23 会等于T23 然后呢 T bar的31 会等于Gamma 的T31 加上Beta 的T03 T bar的12 会等于Gamma 的T12-Beta T02 好 就是 如果说我们有 Anti Symmetric 的Tensor 然后呢 做 这样子的 Lorence Transformation 做两次 那我们会得到 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结果 尤其是在 正负号上面 还有这个Gamma 上面 跟我们之前呢 在12章呢 上半部呢 我们在讲 电场跟磁场的 这个转换的时候 从S座标系 换到S座标系 的时候呢 这个转换 在S座标系 里面的电场 磁场换成S bar 座标系的 电场磁场 的时候呢 它的转换呢 是长成 这样子的形式 大家看一下 平行于 相对运动方向的 这个电场 跟磁场 是不变的 然后呢 垂直于 相对运动的方向 的这个电场 跟磁场呢 Y的方向 是这样子 Z的方向 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个形式 跟这个形式 长得 非常 非常的 像 所以呢 这里 我们只要 稍微 做一下 这有 伽玛 这有 伽玛 然后呢 这是 EZ 这是这个 然后这有 V 这有 β 我们只要 稍微 把一些 常数呢 把它弄进去 让它呢 这个跟 这个呢 就可以做 E对应 那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 得到 一个叫做 F的 Tensor 然后这个 F的 Tensor呢 它是一个 Anti-Symmetric 的Tensor 然后呢 它的各个 向呢 Fμ Nu的 各个 向呢 就会是 Diagonal Turn 会是0 然后呢 Ex EY EZ 除以C呢 放在这里 BZ -BY BX 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下面的 半部呢 刚好是 Anti-Symmetric Tensor呢 就是把这个 负号呢 弄过来 一样这样 画葫芦 那么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子的F 它是一个 Anti-Symmetric Tensor 同时呢 从一个 S的坐标器 换到另外一个 S8的坐标器的时候 这一个Tensor呢 它会让你 自动得到 这个 电场跟磁场的 这个转换 就是从S 换到S8的 这个坐标器里面呢 你如果说 你把你的 这个电场跟磁场呢 用这个Tensor来表示的话呢 那么 这乘上这样子 两个Landa 的这个符号 乘上两个Landa 这样的计算呢 你会得到 在S8里面的 这个东西 就是F μ Nu Nu代表的是在 S坐标器里面的 这个电场跟磁场 那我们只要乘上这个 等一下 我写错了 这个 那我们如果说呢 在S8的 抱歉 在S坐标器呢 有这样子的电场跟磁场 用这个Tensor来表示的话 那我们做了这样子的转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如果说我们在S坐标器 有这样子的电场跟磁场 用这个来表示 那它只要乘上这两个Tensor 这样乘 这样乘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得到的 就会是在 S8坐标器里面的 电场跟磁场的 这样子的表示法 所以呢 我们原来写的很多的 这样子的电场跟磁场的 这个 类似像劳伦之转换的 这个东西呢 那么 写成Tensor的形式 就变得这么简单 就是这里的六个Equation 然后呢 在这里就变成一个Equation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在强调的 我们如何用符号呢 来帮我们简化 我们的这个计算跟思考 让我们可以思考更深入的东西 那么呢 除了这样子的表示法之外呢 那么呢 另外还可以再找到一个Tensor 这个Tensor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 这个F的这个Tensor呢 它的Dual Tensor或Dual Matrix 那这个叫做G 那G的μNu呢 G的μNu呢 长成这个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呢 它事实上呢 也会符合 这样子的这个转换 就是呢 G μNu 会等于 γ 让打这个 μ 然后呢 让打Sigma Nu 然后呢 G 让打Sigma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在S座标系里面的这个G 来代表它的电场跟磁场的话呢 经由这样子的这个转换呢 你也可以得到它在S8的这个电场跟磁场 所以呢 要表示这样子的电场跟磁场呢 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可以用F来表示 也可以用G来表示 那这两个呢 是Dual 然后呢 他们做的这个劳伦之转换是 就是电场跟磁场的这个不同座标系的转换呢 是做一样的这个事情 好